那首先第一個他做什麼 他載入之後他會先預先載入這個地圖 不過這個載入地圖的話 其實用JQuery Mobile來做 其實相當的簡單 如果跟人就會比起來的話 真的簡單太多了 那列出這個 當然不只兩個項目 好像我有把一些給砍掉 那點擊他 他會跳詳細的頁面 而且會跳這個允許 就是GPS部分 然後有返環的這個功能 類似的像 那裡面有哪些比較重要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那個檔案 他不是放在Json 他也是一個Json檔 可是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的網站裡面的某一個目錄 當然你也不一定放目錄裡面 你只要是一個.js的檔案就可以了 那.js裡面 你可以把Json檔 把它放到裡面 它的結構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呢 前面你可以加一個Var 變數 負責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變數 其實就是一個變數物件 那將來你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名稱去存取後面的東西 KeyValue KeyValue 這樣就一筆 兩筆 三筆 有沒有 那怎麼樣把它載進來 其實很簡單嘛 在Index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要載它的話 我就直接什麼 把這個地方加一個script source 等於Js 這個Js指的就是這個目錄 裡面呢 會有一個什麼 FootData 就這個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將來如果你要存取它的話 很簡單 那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是 就是將來你用這個物件名稱就可以了 FootData 就可以把它抓起來 這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要把開放資料抓起來 你不要 就離線版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什麼 放成一個Js檔 好 那未來怎麼去 去存取它 其實另外這邊有個 這個譜裡FootD 有些那個Index 你如果程式不寫在這邊 你也可以寫在哪裡呢 寫在 這一個Js裡面 那將來如果你要連結它的話 也是一樣 用這個方法 就是 一個script source 等於什麼呢 這個 就是我Js把它寫在這裡 我不要寫在 我們之前寫在那個head斜線的上面 你可以寫在這裡 直接用這邊引用就可以了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呢 其實 它這個裡面比較重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寫法也是 我之前的寫法類似啦 不過它這邊有個Open Database 這個Open Database 不過它是用那個 用什麼用呢 這邊有一個叫 Mobile Note DB 不過其實這個把它刪掉 應該也是OK的 我們也可以用之前的寫法 只是說它是用Mobile的寫法 那這邊有個起一個Transation 不過它這個也是一樣 會多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砍掉沒關係 兩個其實 Js可以都可以接受 Transation 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Foot的一個table 資料表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table裡面的欄位就是 ID 然後還有什麼呢 title 123 4 5 6 7 7個欄位 那分別有這些後面的資料型態 那因為前面之前有同學 就像那個 吳大哥之前有說那個成語有沒有 也可以類似 只是說成語載入了以後不要再載的話 你可以判斷 判斷什麼呢 Is low data 是不是等於No 那怎麼判斷 你可以如果載入過的話 可以用什麼 Local storage 裡面呢 set一個什麼 item 這個item名稱叫 low data 等於True OK 等於True之後的話呢 那之後呢 就不會再載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加一個這個 不然的話 像之前我們那個成語有沒有 就是每次都載 越載越大 越載越大 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類似 那不過在那個這盔裡面是用那個 Local storage 就是上上寫講的 用set item 然後呢 這邊一樣喔 這個有沒有看起來很熟悉吧 Food data Food data 有沒有剛剛看到 就這裡面的東西嗎 一樣 key value 主要是這個value 這個value其實 就類似有一個 類似像陣列吧 陣列後面的名稱 就是這幾個名 這幾個名稱就是 那個裡面我們抓的 分別抓 看你要抓哪個 哪個東西啦 實際上也是從 如果你放網路上 這一段應該還有印象吧 反正就抓三個 下面的話 insert into 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這樣不就全部都把它 對對對 全部都放進去 對不對 那頂多是在下面呢 你在做一個頁面 將來如果要讓它秀的話 那你就是在把它點擊的時候 所以這邊的話 資料庫就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的話 當然你將來 如果要秀的話 底下會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 因為這個地方還有蠻多的 相關的頁面 那如果你假設想要了解 更詳細的部分 我剛剛有整理了一個 就是在雲端白板裡面 整理了一個 樸利美食 那剛剛的東西 還有相關的頁面 因為之前這個 我在 之前好像前 前年吧 我們上課有講到 相關的頁面說明 這邊都有 然後呢 最後那個樸利美食的 App裡面的東西 都在這裡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參考 那怎麼樣去 剛剛你點擊 跳出詳細頁面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那個在這邊 樸利美食這個部分呢 做一個Ending 也許下個禮拜吧 下個禮拜的話 因為是最後一次上課 我們原則上是請各位做一些分享 那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也許我們再把這個部分呢 最後再做一些詳細的說明 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其實下一次上課 不見得只是交作業 也許你有問題 然後可以 我們也可以做下來 互動式的討論 不要有壓力 而且 不要不來 不要說 下一次 如果剛好有事 因為好像有尾牙或幹嘛 有同學 那沒有關係 反正 就盡可能 反正就是來聊聊天 或者是說 買杯咖啡 我們可以 喝個下午茶 輕鬆一下 不然 從 這個第一週 到第18週 都那麼緊繃 而且這個課其實說真的 監設的程度其實 比任何其他課程都還來得更深 所以 會花需要很多時間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